不要压到自己的感光力 因为你刚刚那边如果压到 它待会晒不到太阳的话 它那个地方都会是板的 讲师示范如何用天然植物 制作蓝赛图 接着亲子一起动手操作 完成一件件美丽的蓝赛衣 或是在杯垫上画出缠绕化 细子的图案 松山区公所举办新住民 亲子夏令活动 带领大小朋友一起来听绘本说故事 并DIY制作酷炫帽 蓝赛衣以及缠绕化杯垫 同时也在活动中带入动态团康 让亲子一起动起来 这是妈妈帮我报名 妈妈帮你报名的 那妈妈是原属国是在哪个国家 是在中国 这次是妈妈帮你跟 还有其他人一起报名吗 跟谁 跟弟弟和表妹 一起报名 那你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吗 是 那这样子活动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 是刚刚画的才能画 之前有画过吗 有 之前有 然后这一次再做重新的设计这样子 那你参加完之后 你觉得这个活动好玩吗 我觉得很好玩 希望下次还能够成功 参加者不仅能够体验动静态的活动 还能够透过游戏和活动之间的互动 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 也让新住民家长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 那因为我们办这个活动 主要是跟增进亲子的那个呼呼动 那我觉得这个最棒的应该是把帮帮忙 那个两天陪着小朋友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那那个也非常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活动最后 松山区区长郑曹元更发送小礼物给在场小朋友 区长表示举办这样的活动 是为了帮助新住民家庭更融入当地社区 并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未来松山区公所也会规划举办更多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13名松山区公所新住民亲子 下一个名 大大大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家庭 窗照 家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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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